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新的财政年度 2020下一个财政年度 美国移民局会采用filing date 就所谓的表币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EB1类别排期到2017年的9月1号 EB2包括NIW和PORM排期到2016年的8月1号 EB3排期到2017年的3月1号 那么另外此前这些都是职业移民了 另外要着重强调的对于亲属移民 这个绿卡持有人 他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请绿卡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规定 目前仍然不需要排期 而且根据国务院主管排期事务的官员预测 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到明年初 所以如果现在配偶是绿卡持有人 或者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那么符合条件这样的申请人 应当抓住机会来申请 那么以上是排期的简单情况 那么对排期的展望以及这个法案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 目前中国申请人排期看起来时间还不太长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filing date的表币 但是同样根据美国政府官员的预测 今后一年里中国申请人能够拿到的职业移民率卡名额有限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申请人的排期在全球不是时间最长的 是吧 大家了解 有可能在比较差的情况下 EB123类别 中国申请人可能都只能拿到全世界7%的名额 这样加起来全年不到1万人 这里还包括了主申请人和家属 这是供给的情况 除了已经用H1B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的 然后这样的有可能已经在等排期的人以外 这些人要注意到数量已经不少 可能仅次于出生在印度的事情 另外大家知道在美国有30多万的RF签证的中国留学生 这里面包括有十几万读硕士学位的 十几万读本科学位的 还有5万多读博士学位的 另外每年还有10万中国留学生新来到美国 还有5万多访问学者交流人员和家属的J签证 还有一万多人拿到IL签证和O签证 另外也有从中国比如拿到工作签证直接来美国工作 因此如果职业移民利卡的总名额没有增加 从目前形势来看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申请人等待时间会越来越长 那么应该怎么应对呢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天针对S386法案的讨论比较多 很多申请人也比较焦虑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机会 下面我们看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S386法案得到通过 在三年过渡期里 中国申请人可以取得更多名额 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申请人 所谓叫Rest of the World ROW 他们面临的名额大幅减少的问题 失去的比中国申请人更要多很多 而且这个会是常年的问题 在他们的推动下 我们预计在这三年的过渡期里 有可能美国国会会通过新的法案 增加职业移民利卡的名额 或者有其他的补偿措施 解决办法 比如有可能在今后若干年里 临时增加名额 来应对补偿这种情况 或者也有人提到 有可能是配偶和子女 不占名额 或者140通过的申请人 可以提前获得EAD 在美国工作等等 那么这样三年过渡期 以及此后对中国申请人 也有可能产生有利的效果 这个有些人认为不是很现实 但是我们之前看到 像H4EAD RH1B 延期超过6年 以及换工作 保持优先日期 在一定程度上不影响绿卡批准等等 如果这个法案最终没有通过 那么我们可以预计 支持法案的印度申请人 肯定不会就此放弃 因为他们已经为之努力10年了 为了得到通过 新的法案 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修正 考虑到其他申请人的利益 也吸取这一次的教训 比如有可能包括增加职业移民 绿卡总名额的内容 以及更加合理的分配 比如此前在美国参议院 有一位参议员叫Rand Paul 他第一次block了这个法案的通过 当时他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议案 包括增加绿卡批准 那么有人会说 以上也都是预计推测 是吧 没有确定 那么我们看一下印度申请人 他们目前要等待的时间 比中国申请人要长不少 而且根据各种计算 如果现行移民法没有变化 可能还要等很久 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申请人没有放弃 还在积极推动理法改变 这个过程反过来 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申请人 带来了不少焦虑 那么要说你的情况 至少不比印度申请人差 将来的事情还没有确定 有一部著名的科幻电影 叫《回到未来》 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 用中文来讲 就是你的未来没有确定 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移民法案是否通过 什么时间通过 包括了什么具体内容 这个你可以去努力 但是有可能很难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你自己是否要申请美国移民 什么时候申请 能否尽早申请 这个是更多可以由自己决定 掌握的 对于到美国不太久 有可能符合条件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 专业人士 我们建议你对绿卡申请早做了解 早做准备 早日申请 而不要一直拖延等待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在两三年以前 申请了NIW获得批准的人 和现在一直拖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申请的人相比 那么在接下来 选择机会和风险方面 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 说一年以后 三年后 或者五年后 股市的变化 同样 绿卡申请也是这样的情况 比如十几年前 大概也很少有人预测到 中国城市的房价 会涨到今天的地步 三十年前 1988年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叫抢购风 当时因为物价上涨 有人一口气买了各种的日用品 说这回我买过 囤积过以后 以后十几年再也不买家用电器了 过后 这当然证明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 职业移民绿卡 现在每年总数只有14万人 这个数量只占美国绿卡发放的很小一部分 在目前美国经济相对比较好 税率低 就业率高的阶段 增加职业移民的名额还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人各有志 有的人会认为 印度人能够等绿卡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 要我来等绿卡超过三四年 这是不可能的 我会改变主意 这个很正常 但中国有14亿人口 仅仅在校大学生 就有3000万人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 专业人士数量也很多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会有意愿申请 而且EB1和NAW申请提交以后 即使人不在美国 也可以不影响此后的批准和有效性 最后大家知道 绿卡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很多时候 不一定会影响到个人的事业发展 更多还可以把关注点 集中在提升自己的career方面 以上是对绿卡排期 和应对S386法案的总结 关于对法案的评论本身 我们在另外的视频里面见 我们就说到这期的